健康饮食增强免疫力 对减少病毒感染风险尤为重要 不同人群的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专家建议要保持食物多样 做到合理膳食 提倡清淡饮食 烹调方式以多采用蒸煮焖炖的方式 少用爆炒和油炸 保证每天七到八杯饮水 粗细搭配 荤素搭配 做到全面营养 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 既不要暴饮暴食 也不要刻意地去结食 另外每天减少静坐的时间 连续静坐不许超过两个小时 这样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每周应该不少于150分钟活动时间 这样能够达到一个能量平衡 维持自己的健康体重 专家提醒 老年人是自身免疫力相对较低的群体 饮食营养更应得到重视 同时要注意少量多次饮水 最好可以喝白开水 我们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一些营养丰富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比如说一些肉糜啊 淡奶糊啊 酸奶等等 另外呢 有些老人食量可能不大 也可以增加参次 我们也可以选择牛奶啊 糕点啊 水果 对于那些营养不良的老人呢 建议在这个医生和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 可以使用一些特异食品